好兄弟们,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起压的展台 在今年成都车展呢,他们是带来了两款新车 一个是EV6 GT 这款车呢,将在今年成都车展正式上市 它的价格已经出来了 还有一款是EV5 那EV5在之前上海车展呢,其实已经亮相了 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着重看一下这款EV6 EV6这款车呢,外观设计呢 依然是采用了对立统一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啊 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线条呢,还是相当的简约 那此外呢,这款车呢,它的车伸长度呢 是达到了4695行为轴距呢,达到是2米9 这是完完全全的一款纯电平台生产出来的车型 那它就是四轮四脚,它的轴距特别的长 大家最关心的话,还是这款车它的动力系统 那EV6呢,它有长续航的两驱版本 和长续航四驱版本 那其中长续航两驱版本,它是单电机的 最大功率呢,是168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350牛米 单次充电的NEDC纯电续航呢 是达到了600公里 那长续航四驱版本是前后双电机 系统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239千瓦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605牛米 那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运动的GT版本 那GT版本呢,它是四驱版本 最大功率呢,是可以达到430千瓦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740牛米 非常的厉害了 NEDC纯电续航呢,是可以达到600公里 更重要的是啊,GT版本它的百公里加速是可以达到3.5秒 激速可以达到260公里每小时 而且呢,还配备了专属的电子线滑差速器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架控上呢,也是相当了得的 那此外呢,EV6 GT呢,还支持400伏和8伏的超级快充 电池电量充10%,充到80%只要18分钟 嗯,价格呢,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那么后续这款车市场表现怎么样呢 因为这款车呢,是纯进口的一款 纯电车型,也是目前企业当下 非常主流的一款纯电车了 但是在中国市场,纯电市场已经是非常的内卷了 那么除非你在价格上是非常的优势 或者是你在什么电子啊,这个大屏幕 大沙发啊,大冰箱等等上面的 要抓住消费者的内心的需求 那其余的车型,我个人觉得市场的竞争力呢 并不是特别强 那你们觉得EV6这款车后续市场表现怎么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进入留言 好,我是你们教师 我们下期再见了